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婚姻会有几次 都有一次成功 那就是你幸福的 我们都想遇到一个对的人 然后能够白头偕老 但是想要守护一个家庭 一定要有认识 不能只想着自己 否则这个家庭迟早会散掉 一 包容心 结了婚就会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 两个人会一起生活 从一个人的单身世界变成两个人 这是需要很长的适应环境 但是这中间我们一定要有包容心 和相互理解的心 否则日子以后会过不下去了 二 互相考虑 以前母亲总是告诉我 对待一个人是真心 要用拿真心换的 当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 这个人他会想要反馈 也会对你好 所以绝对不能自私 要为对方考虑 三 遇到事情相互商量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喜欢自己拿主意 是个有主见的人 但是结了婚以后 就不是一个人了 当遇到重大事情时 要应该学会与对方商量 不能特立独行 四 学会沟通 两个人在一起肯定会有摩擦 但遇到这些问题以后 绝对不会冷战 也不可以拖延时间不去解决 时间长了 你想要去解决就很困难 所以要做的是相互沟通 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找到解决事情的问题的方法 这样家庭矛盾就会减少很多 五 忠诚 忠诚是婚姻的基础 如果连忠诚都做不到 那么这个家庭就岌岌可危了 家里出现任何问题 都可以商量着解决 沟通的 但是若出现了忠诚问题 那么就算不离婚 这也会是这个家庭的心结 所以这种婚外情的问题 在婚姻中是绝对不可以出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